說到國軍演訓 我們就來看到我們國軍的戰力 前進國造有新突破 國軍就證實了 美方昨天通知了紅區裝備數位 收納系統已經獲得了輸出許可 不過在軍售的部分 智慧型水雷還是卡關 另外因應敵情威脅 俱增 昨天總統命名的塔江艦 同款軍艦要提前兩年的完工 並且要多打造三艘 要快速的提升我們的防衛戰力 海軍陀江級巡邏艦 後續量產型首艦塔江艦命名下水 總統在典禮之後 在臉書上PO文 介紹這是獲得國際好評的 陀江級巡防艦升級版 延續雙船體的設計 速度快 戰力強 配備有先進電戰和徵搜系統 以及強力的熊二熊三反艦飛彈 能夠攔截或打擊主力敵艦 不過接下來的這一句話 同款艦預計到2023年底 將完成六艘 原本不是說2025以前完成三艘嗎 怎麼提前了兩年 還多了三艘 原來是敵情威脅俱增 要快速提升防衛戰力 除了國艦國造成果爆發 潛艦國造也有進展 紅區裝備有重大突破 數位式生納系統 確實是已經獲得了輸出許可 昨天美國那邊已經有通知了 不過有一項軍售還沒有取得美國同意 蕭美琴女士說我們要向美國採購智慧型水雷 軍方介紹的訊息 美方沒有說要提供我們這個東西 國軍將持續請美方攻售台灣需要的武器 強化戰力 華視新聞城下彭冠霖台北報導